大家好,我們是梅花岸香薑汁肉乾 平常人們習慣將薑用於料理上 而先少利用在其他用途上 於是呢,我們就想辦法把薑 應用在別的用途上 我們上網查了薑的應用 發現薑含有生薑蛋白梅 我們利用它的特性去取代 傳統豆腐的零固定 然後讓它含有獨特的風味 另外,我們製作所有具工程性的豆干 我們利用豆漿溫度 將其他醋切實質 還有豆漿溫度來製作豆干 我們還利用了儲存試鏈關的品質 及成本分析 來篩選出品質及適合性價格的豆干 我們利用1.4的豆漿 還有10%的薑汁和適量的醋 我們為了改善它的質地 還加了西地瓜粉下去 我們將生豆漿煮出來之後 待溫度量低80度C 我們快速地通過了PS4的薑汁 以及西地瓜粉的混合力中 讓它淋入後 我們將它存入磨蹤 讓它壓制48小時 然後後改 為了求得品質及適合性最佳的豆干 我們將豆漿能度設為1.4% 1.5%使用後 然後衝入15%的薑汁內 經實驗發現 豆漿能度1.4%所存生的豆腐腦 能結成度加減實地軟的 不易破碎 之後我們將將這些加量 射為5%、10%、15%的薑汁 經實驗發現 香汁占總百分比10% 具有淡淡的薑香 具有淡淡的薑香 且質地軟的連結程度最佳 以及很堅實的豆腐腦 英文件資料顯示 生姜蛋白梅的三性蛋白梅 所以我們從3度4.5% 來調整薑汁的PH4在4、5、6、7下 經實驗發現 生姜蛋白梅和PH4時 豆腐腦硬度加減質地提進製 之後我們以1.4的豆漿 沖入PH4時 怕僵質的溫度 來比較起凝結程度 當50度C的豆漿沖入 僵質時 凝結速度慢且實際軟 60度C時 凝結程度則有纖維下降的屬實 70度C時 凝結程度則有明顯的提升 但所凝出來的豆腐腦 上層堅實 但下層可能有纖維的弧轉 80度C時 凝結速度更快 而且凝結程度加 且具有彈性 90度C時凝結速度則有變慢的趨勢 也組織稍軟 我們將石膏豆干設為對照組 80度C的豆漿沖入4卡石膏腿中 可以得到平均最大的石膏豆干 它儲存試驗中 因文獻記載 在薑汁具有一定能力 於是我們將兩個豆干 放置室溫自己比對 會長期異具能力 在3天的時候 石膏豆干有明顯的 黑色菌瓣 而薑汁豆干則無 在第5天時 石膏豆干的菌瓣明顯變弱 而薑汁豆干兩面則有些微 皺炎 不易產生的菌瓣 在第7天時 石膏豆干的菌瓣依舊增加了 薑汁豆干感受菌瓣卻沒有明顯增加 在官能品評中 我們發放50張溫月進行比較 在外貪及質地上 薑汁豆干最高石膏豆干差 它是香氣瓣味道上的較好的表現 在成本分析中 石膏豆干的成本比薑豆干低1.68元 最終我們懸以1-480度級的豆漿 沖入10%佩率4的薑汁 並加入0.5%的西地瓜 可以得到品質最佳的薑汁豆干 在薑汁豆干中 薑汁豆干的出唇 是5天才可以出唇均斑 而石膏豆干在3天時 就有明顯的發明了 在品評試驗後 我們可以發現 薑汁豆干除了外觀及質地 較石膏豆干差以外 在香氣格味道上 只有降好的表現 在成本分析後 至少薑汁豆干的成本 雖然比石膏豆干略高一些 但在健康方面 則較為疑慮 最終實驗的結果證實 剩下大白麵可以取代 豆干的凝固劑 而且還可以延伸保存期限 製造最有副性質的產品 此次實驗增加了這樣的應用性 而且也不用吃到非法凝固劑 他們吃的每個人就吃得健康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